孫中山先生的核心理念出现在宪法第一条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 为民有民智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孫中山先生是我们的国父 中国国民党的总理 他与陆浩东等革命劣势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遗憾的 袁世凯却毁宪称帝 中国内战 孫中山先生成立了皇谷军校 由蒋中正先生带领 完成北达 统一全国 对日抗战胜利 并落实孫中山的理念 在台湾推行三民主义建设 推动土地改革 经济发展 地方自治 蒋经国先生 接续落实民生主义 推动十大建设 开放党境 全面民主化 李登辉废弃孫中山思想 民粹黑金横行 中国国民党也渐渐遗忘了孫中山的理念 走向台独的民进党人 更是视孫中山先生为外国人 如果人民都遗忘了孫中山 中国国民党必将走进历史 如果连中国国民党都不在乎孫中山 中国国民党将没有任何存在里面 终于有人承诺让中国国民党 回到以总体孫中山思想为引导的政党 重振中国国民党党德与党